才因为酬庸风波以及上大陆节目批评学运引发争议的台北市府专委谢启大在辞去职务之后 表态将会以无党籍身份参选大安文山区市议员 由于谢启大出身新党恐怕会对新党同选区的陈彦博造成冲击 谢启大今天上午到北市府退还没有上班的五月薪水 并且还说会再回来表态将会参选台北市议员 而日前他已经拜会了新党主席郁慕明和昔日同僚 其一大表示知道自己能力有限没有助手也没有竞选总部 但是会尽力做好学习新领域 只是谢启大在大安文山区参选将会对新党同选区现任议员陈彦博造成冲击 也可能因为分票使得亲民党提名的何启胜当选机会大增